到底是什么动物能把贝爷吓得哇哇大叫 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周围一群光溜溜的黑人拍手就好 跟着贝爷会 你是下一顿 跟着贝爷跑 去头接客靠 大家好 我是贝爷吃不到的女人 吃瓜姐 本期贝爷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非洲纳米比亚沙漠 这里是世界上最炎热也是最干旱的地方 贝爷挑战的起点在骷髅海岸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地方不简单 听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地狱之门 管它是地狱还是天堂 贝爷照跳不悟 这个跳水动作 瓜姐打99分 多一分都怕它骄傲 贝爷现在必须尽快游到岸上 不然的话 它就会成为虎沙的晚餐了 然而汹涌的海浪 总是把贝爷越排越远 游到岸上 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头 摄影师都敲了好几口水 那些一万匹野马的分头 贝爷在沙滩上自处探索 猛然间发现了一只海鲜 这小东西个头不大 如性就非常的强 给它遮一下 那就只能乖乖等死了 不过偶遇贝爷就不一样了 它把带毒的尾巴切掉 然后一口闷了 骷髅海岸 除了有带毒的小动物以外 还有凶猛的豺狼虎豹 贝爷就在地上 看到了很多动物的爪子印 事实证明 这里并不安全 所以它要尽快的离开这里 一直沿着海滩往内陆走 看到前方绿色的布兰宝山了吗 那里就是贝爷要去的地方 呃 瓜姐这高度精神的眼睛 却是看不到哪里有绿色 哎 没办法 天天对着电脑解释片 就为了满足小蜜粉每天一更 眼睛都开开瞎了 可结果没人关注 也没人点赞 哎 干脆给我一块豆腐 让我一头撞死算了 贝爷想要到达湖兰宝山 要穿个大约96公里的沙漠 这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要是换作一般的人 肯定活不长 在沙漠里 水是至关重要的 贝爷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找到水源 他顶着炙热的太阳 走了两个小时 突然他发现了什么 诗意试用试要靠近 后家伙 这么飞一条古腹巨毛 贝爷看着哈拉子都流了一地 古腹巨毛虽然是全非洲最多的蛇 但是贝爷丝毫不怕 并且还扬言说要拿它当晚餐 蛇表示 我好歹也是一个威胁生物 就不能给点面子嘛 一石头 加一闷棍 就把我给解决了 这要不太好吧 蛇的毒液 基本上都在嘴巴里 把头切掉 埋起来 至于肉嘛 直接生吃 牙钩好的 就是任性 豆子吃饱了 贝爷现在觉得口渴难耐 他想要尽一切的办法 找到水源 这期间 他在地上发现有打斗过的痕迹 瞬间 挂身明诊坦克男 开始分析起 作案经过了 跟着打斗和拖拉的痕迹 贝爷找到了一只领养的残骸 领养肉已经腐烂成这个样子了 一看就隔了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地上 打斗的痕迹还这么明显呢 看样子 估计是豹子干的 豹子最喜欢这种地方 说不定 现在就躲在哪个脊脚改拉 盯着贝爷呢 本以为又能白嫖一顿的 可惜羚羊实在是太臭了 只能对着甲虫下手了 最后 贝爷发现了一颗 名为弗蒂亚的仙人掌 当地不许骂人 几千年以来 一直把这玩意儿 当作抑制饥饿的良品 用小刀 插进去 把白白的汁也弄出来 然后放进嘴里舔一口 这个味道 死得又死 少吃一点就好了 吃多了 可能会到处脱水的 然而在沙漠里 并不是所有的仙人掌 都能吃 像这种高高的仙人掌 是大吉 用刀插进去 也会流出白白的汁液 不过这玩意儿 吃了会嗝屁的 甚至弄一点的眼睛里 都会把眼睛给弄下 所以看着 一定要离得越远越好 对于吃的 贝爷现在并不是很需要 他心心念念的 只有水源 一直在找水的路上 从未停止过脚步 只要努力 就会有回报 他跟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走 发现了一滩水 这黄黄的水 看着有点像那啥 确定能喝吗 好吧 是咸的 甚至比海水还咸 说不定是动物的叙叙呢 如果实在找不到水 可以在一些植物里 获取水分 眼前这种植物 名叫金碧灌木 它的叶子像硬币一样 粘一把 叶在手里 对着猪嘴 用力一截 就会有水流出来 补充一点水分 贝爷继续赶路了 他一口气 走了几个小时 眼看太阳西沉 现在要停下来 找一个庇护所了 这里一到晚上 就会有野生的动物冲啊 所以不能睡在地上 贝爷打算在 八九米高的岩石上 度过一晚 这样就不会担心 石头动物来偷袭了 呃 瓜事一问 难道那些四条腿的动物 不是应该比 贝爷还会爬吗 还有睡在上面 要是叼下去 那不就直接完蛋了吗 显然贝爷也很害怕 自己叼下去 整个晚上都心惊难战的 睡不着觉 脑袋里也一直在幻想 自己要是叼下去了 该怎么办 最后他用一根绳子 绑在石头上 另一端细在腰上 才勉强的 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 很快到了第二天 贝爷一大早 就准备给自己 煮杯未必寻常的咖啡 要问这么多咖啡豆 是哪来的 不好意思 这可不是什么咖啡豆 那是石提兔的把吧 呃 天呐 贝爷绝对是魔障了 煮咖啡也用不着放这么多吧 听说 当地人都会把提兔的粪别 收集起来泡水喝 瓜姐很难想象 这咖啡会是什么味道 贝爷又开始忽悠人了 他说 兔粪咖啡比甚好 能够排毒养颜 有益健康 诶 真的吗 为了检验贝爷 说的是不是真的 瓜姐决定 明天煮一杯给大奔剑 我不慎 不过我没有兔粪 用狗边面代替 应该也能达到 同样的效果吧 贝爷接下来 要挑战眼前这座大山了 海拔超过2590米 是纳米比亚最高的山 路上却是大大小小的鹅乱石 想要爬上去 要费不少的劲呢 但是最难的不是贝爷 而是摄影师 扛着那么重的摄影师 任劳任远 从来没有喊过泪 来到纳米比亚的最高处 周围一切尽收眼底 贝爷打算往东走 去拜访一下 生存在这里的 善族不许慢人 他们是群居猎人 在这里生存了上千年 能够在世界上 最恶劣的地方生存下来 最敢喊的地方 找到水源 这种长得像地瓜的东西 名叫普雅植物 一个里边 至少有一升的水 不过这些外样 长在土地里 一般人是找不到的 打猎也是不许慢人的强项 他们用一种 很特别的追踪法 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豪猪 正在想方设法地 把豪猪挖出来 豪猪可不是他们擅长 全身都是刺 树起的刺 上面有很多的细菌 据说能弄死一头狮子 小哥把动物挖得差不多了 他们就开始怂恿贝爷 跳起去抓了 一展风采的机会 贝爷怎么会这么错过呢 嗖的一声 就这样挑下去了 头伸进去 撅着屁股找了大半天 结果里边啥玩意儿也没有 还得再挖深一点才行 挖着挖着 居然从洞里边 飞出了两只蝙蝠 看来地底下 藏着不少的蛋白质 贝爷已经感觉到 豪猪就在里边了 黑人小哥又开始窜拖贝爷 让他伸手进去 抓住豪猪的腿 把他给拉出来 贝爷听了 表情瞬间凝固了 后再话 你们一群人站着看 让我一个人上 难道狼犀不会痛吗 显然贝爷怂了 不拉一个下来陪葬 那都不是贝爷的性格 小哥有树枝 在洞里插了几下 果然插中了豪猪的要害 然后 就挺突然的 小哥被吓得 拍拍屁股就溜了 最后还得靠贝爷亲自动手 好好看 好好学 什么叫做专业 直接一脚毙毙 哇 不愧是贝爷 把周围围观的小哥们迷的呀 恨不得把贝爷带回去 做压斩夫人了 当然 那是不可能的 贝爷扛着豪猪 来到了他们的营地 和大伙一起享用自己的战利片 本期到这里 差不多结束了 下一期 大家去往赞比亚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激流 和最危险的动物 贝爷为了生存 吃下了它 找到的所有食物 发臭的黑斑铃 青蛙 甚至还有毛毛虫 最后 贝爷误打误撞的 闯进了大象的老窝 面对着几百头的大象攻击 他该如何脱身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完视频不点赞加关注的 瓜姐一律示威耍流氓处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